让运动有始有终 热身是进行主要运动前所做的活动 而松弛是在完成主要运动后所做的活动 热身的目的是提高心率的次数 刺激呼吸的频率 增加血流量和帮助运送氧气和营养物质给肌肉 提升肌肉的温度 让肌肉更灵活 松弛可谓缓和运动 目的是让身体逐渐恢复运动前的状态 例如静态伸展能消除肌肉疲劳 深呼吸可以提高气体交换率 故此松弛运动对恢复体能有很好的功效 以游戏为主的热身运动 显得有趣又好玩 松弛运动一般以身体各部位的静态伸展与深呼吸作为结束 热身前后 个别记录一分钟的脉率 以观察热身对脉率的影响 松弛运动后 再记录一分钟的脉率 便能判断松弛运动是否有达到恢复状态的效果 热身运动一 再记录一分钟的脉率